到底在玩什麼幹我不知道 就可可愛愛的 然後結結小明 我不知道搞不好這個 你七歲的侄女覺得很好玩啊 玩這個能認識女生嗎 可能可以認識小學生吧 那就有玩的價值了幹 並沒有給我滾 馬上下載 不准下載 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現在弄了 螢幕的支架 是懸吊式的那種 其實我用這個懸吊的螢幕支架 主要是為了把其中一個螢幕 轉成直的 我覺得變成直的其實蠻好用的 因為其實這麼寬的一個螢幕 你放兩個 你要看另一側的螢幕的時候 你可能要轉過去 這樣常常轉來轉去對你的肩頸是不太舒服的 把它轉成直的話 你等於說你的畫面大概就剩原本一半 然後變成你眼睛上下掃就好了 看起來蠻舒服的 我覺得把其中一個螢幕變成直的 實用上 我覺得比兩個都是橫的再好用一點 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試看看 蠻推薦的啦 那這個懸吊式的這種螢幕支架 我是夾在桌子上的 它也不用打洞 而且其實沒有想像中貴 我這一支一支一千塊 當然可能便宜貨啦 目前使用體驗挺好的 這個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我也沒工商 所以我就不特別講哪個品牌了 然後還有就是我的電腦桌 其實我之前有講 它是跟旁邊這個櫃子 它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我沒辦法把這個電腦桌單獨拆開來 這一點讓我有點苦惱 因為這電腦桌實在是有點太高了 變成說如果鍵盤放在上面 沒有工作的話手要抬很高 那它這個鍵盤架就是這個功能 它就是額外架一個架子在你的桌子下面 那就可以把鍵盤放低 我的椅子已經調到最高了 但是如果你買一個這個鍵盤支架的話 把鍵盤往下放 這邊手就剛剛好 所以我現在手就可以放得比較舒服 這樣加一加大概三千多塊吧 兩個螢幕支架各一千塊 然後這個鍵盤架也是一千多塊 但我覺得鍵盤架可以再買好一點 因為我這個鍵盤架明顯是個便宜貨 很卡 用起來卡卡的 我在剛開始做YouTube的時候 我一開始第一份賺到的錢 我應該是拿去買麥克風 然後我第二筆錢好像就拿去買椅子 所以椅子這真的還是蠻重要的 椅子跟這種就是你的工作的環境 讓你舒適是很重要的 健康啦 我覺得不要讓你的身體長期使用下受傷蠻重要的 廠商能給我這些設備的工商就好了 這個當然沒有錯 我目前也是啦 我目前的這個鍵盤支架還是有點爛啦 如果有不錯的廠商推薦一些比較好的鍵盤支架 我們不介意在我們開頭的時候 多聊聊這個鍵盤支架好不好 生活中到處都可以插入工商資訊 不愧是捷克 幹我根本沒有好不好 經常熬夜晚睡的人更容易做噩夢 研究表示喜歡熬夜的夜貓子 比習慣早睡早起的人更容易做噩夢 對近200名18到25歲的研究對象研究中 科學家發現女性更容易做噩夢 而我們一生大概有三分之一都在睡覺 而睡眠中的五分之一時間都被夢給佔據了 好喔總之呢就是熬夜的同學 別讓你做噩夢 但其實我還好耶 我現在是凌晨兩三點睡 凌晨兩三點睡到早上十點 好我們來玩這款Tab Dragon 那個少女騎士露娜 我也沒有玩過超級新出 我也不知道在玩什麼 畫面看起來不錯喔 蛤? 什麼意思 點點點類型 太完美了吧 這就是點餅乾類型的遊戲嗎 類點餅乾 這不就點擊泰坦 好的謝謝 有沒有看到畫面還有一點點期待 完了完了完了 這種類型的遊戲已經 怎麼說呢 不能說過時 只能說沒有人玩了 用鍵盤玩舒服一點 有好看人物的點點點 這遊戲有什麼好玩的 去問所有的點點點遊戲在玩些啥 我們之前也工商過點點點遊戲 所以也不是所有點點點遊戲都不好 是那些做得不好的點點點的遊戲不好 那做得好的點點點遊戲呢 就被他們拖累了 不能說過時只能說超過時 沒有錯 是那些沒有找我點點點的遊戲不好 早期智慧型手機剛起步 這種點點點遊戲很吸引人 但觸控遊戲幾乎是常態 根本吸引不到人 我覺得這個就只能帶這種 手遊初期騙騙人 現在是真的老了 再玩個幾關嘛 搞不好他後面會鬼轉變動作遊戲啊 輕軸沒有錯喔 為什麼用輕軸呢 因為輕軸按起來是最輕鬆的 對手指最沒有壓力的 長期使用來說我覺得輕軸最舒服 只能說不如永恆的賽尼亞 這個說的沒有錯喔 永恆的賽尼亞就是之前我們工商過的喔 真的是相當不錯的點點點遊戲 這個跟我們永恆賽尼亞比 這個是被屌打一大截 輕軸可以炒鄰居沒有錯 這也是輕軸的一個優點喔 統一合成自動穿戴完美太棒了 這才是現代人該玩的遊戲 哇這個好玩越砍越快 這個傷害越來越高 什麼才五分鐘 怎麼時間過得那麼慢 我已經覺得過了過了二十分鐘了 喔我有技能囉 我有技能然後呢 喔這是一個被動能力一些囉 這款Tap Dragon 86%陽性 13%陰性123人投票 這麼優質的遊戲喔 需要更多的時間玩 這個我們未來如果有機會喔 有機會的話我們再玩更多 那這個可以給我們一點誠意 讓我們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再多玩一下 好我們來玩這款啦 Ogul Forest 這個也是新出的 新到不行 我實在不知道這一個是啥 你看看起來是不是很棒 感覺就是優質遊戲 先跳過 欸他這個 欸你看他這個動起來蠻可愛的欸 他這個走路的動作 欸有點可愛 喔可以坐在我床上 欸有料喔 又要去探險嗎 戴帽子和捕蟲網 完了竟然有點色 哇 你這個可能要看醫生喔 我尊重你的姓屁 但是請你去看醫生 可愛 嘿嘿嘿嘿 古蟲 這個樹葉 隨處可見的樹葉 這是類薩爾達嗎 類之夢倒 哇 年輕的時候也和你一樣 是個探險家 後來我的膝蓋得了關節炎 哇有料 完了 到底要幹嘛 我對這個教學已經感受差不多囉 他跟我之前玩的小黃油很像 我也這麼覺得 就是在鄉下的一個小鎮嘛 然後這個公園裡面 跟人家玩那個打牌的遊戲 然後跟便利商店的姐姐買那個 那個年驕可以抓蟲 對不對 這個我也知道 那個遊戲我熟的 在幹嘛 在幹嘛 這在幹嘛 WTF 要鬼轉了嗎 要鬼轉了嗎 下一篇上月球 哇 英雄降臨了 哇 哇哇哇哇哇 這遊戲在玩什麼 我不知道 I don't know 我玩到現在不知道在玩什麼 但他就很可愛 而且很流暢欸 他玩起來就是一個順順的 證明你的智慧 這個 我目前感受不到這個遊戲 從哪邊賺錢 完全不懂 但我過個屁啊 拜託 哇我學會推石頭了 跟寶可夢一樣 欸這個不能推 請問單機遊戲要怎麼賺錢 感覺是一個蠻適合 給單機小朋友玩的遊戲 單機小朋友就是單機小朋友啊 有單機老人就有單機小朋友 我覺得我膩了 怎麼辦啊這個 這個遊戲 我覺得挺好的 他很棒 但不是我的菜 我覺得啦 肯定是因為喔 這個遊戲要玩到後期才好玩 這個現在還在前期嘛 所以我可能就比較 比較gap不到他的樂趣 這也不是誰的錯 啊如果我有更多機會 玩更久的話 也許就懂了 畢竟是給單機小朋友的 確實 單機老人玩不懂 第三章很精彩是不是 那就很可惜了 如果未來有辦法 還有機會玩的話 也許就能玩到第三章了 之前有一款遊戲 我也是覺得 哇這個遊戲應該是要玩到後期 比較了解這個遊戲好玩之處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可惜 很可惜 結果呢就有一個廠商 問我說 傑哥啊我上次看到 你有玩我們的遊戲 要不要工商一下 我們家的遊戲啊這樣子 來體驗一下後期 那我就說 哇當然好啊 之前就覺得你們家的遊戲很棒 可惜了 當時沒有辦法好好的體驗 所以我們就合作 我們就談合作這樣 雖然還沒確定 但應該是有機會 公關想離職了 亂講 類角落生物 真的是有點像 到底在玩什麼 我不知道 就可可愛愛的 然後結結小明 我不知道 搞不好這個 你七歲的子女覺得很好玩啊 玩這個能認識女生嗎 可能可以認識小學生吧 那就有玩的價值了 這個幹 並沒有 給我滾 馬上下載 不准下載 好啦結算結算 這一款 歐古Forest 陰性69% 陽性30% 251人投票 還行啦 大家看在他的 操作流暢 美術風格 可可愛愛 玩起來也沒大問題 這樣還是給他滿高的評價的 我來玩這個 這個B2B Better to Bad 覺得一個在玩啥 不知道 卡蛋 卡蛋什麼情形 還可以卡蛋 等等會躲到地下蓋蓋蓋嗎 我不確定 唉唷 要找個住宅拿一件衣服 不錯完蛋前機很悶 這款是探索解救同伴升級設施 可以跑嗎 好像不行 我現在受傷狀態無法奔跑的樣子 所以我走路確實是白咖 感覺可以投票了還不錯吧 你們怎麼那麼挑 東北方有軍事基地 沒必要打的話就不打 再見 再見 軍事設施被遺棄了 軍事設施被遺棄了 治療工具到這裡 我覺得其實還不錯啊 喔喔喔喔 我走得比較快了 找其他的地圖 熊貓Leon 原來是惡靈古堡的部分 把這裡作為營地 尋找七名夥伴 我看一下我能穿裝備 玩到什麼光爆化一些了 我現在很棒 看起來這個比較好 這個是回血的 製作子彈的 做繃帶的 感覺不適合手遊 其實也還行啊 現在也有一些單機手遊啊 這沒什麼問題 你們是沒有在玩過單機遊戲 是不是 這個遊戲 目前就玩起來蠻單機的 挺舒適的啊 挺舒適的 蠻好玩的耶 我現在就到處探索 喔喔喔喔喔 這隻怎麼那麼硬啊 現在來到了我的舒適圈 快樂的單機遊戲 為啥敵人都是狼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只有主角一個熊貓 這款我 目前玩起來真的是沒什麼問題 蠻好玩的 而且有沒有馬上叫你課金 課金是買材料 玩到現在我都還沒找到商城在哪 誒幹 靠謠被人丟到手榴彈 誒呀這是免費玩的嗎 還要打一點進度才會有課金的環節 那挺好的啊 至少前段讓你充分享受遊戲 喜歡再買 誒 誒誒誒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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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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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3% 233人投票 符合单机老人口味的好游戏 推荐 这款值得找我工商一下 VIP daily 每天零 但是我都没有每天上线 我到时候要去把这个退掉了 把VIP退掉了 Lucy之后再玩 我们省着一点嘛 省着一点 好啦我们先玩我们的Lia 把GigaMuke玩完 还最近想找个能跟女生聊天 还能练习英文的游戏 最好有色色图片 有推荐吗 你可以去玩英文的小黄游 Fighter的Passion Leap 也这种巨无霸大奶 杰哥觉得Passion Leap 跟GigaMuke谁比较震撼 我觉得GigaMuke比较震撼 I have no idea You like some? Having ice cream with you Come on You know I love it 我要吃冰淇淋 吃冰淇淋 听起来棒棒的哦 Fight I let you leak song 我让你舔 Leak是舔对不对 色色的色色的 我有冰淇淋 冰淇淋 我有冰淇淋 原来是喜马拉雅山的部分 原来是一座雪山啊 我还以为是大奶呢 原来是雪山的部分 你看他这个肩膀 凶的比例 这个比例超级夸张 这个肩膀超级瘦小 原来付费就是这样吗 我们之前玩那个付费6500赚 也没那么爽 重乳冰淇淋 真的是 真的比头还大 他这个一颗比头还大 这才是该有的水准吧 不过这个 在床上吃冰淇淋吃成这样 这个我不太开心哦 不喜欢 复习一下 精彩的Giga Milk 这个真的也是三头哦 真正意义上的三颗头 这种大小是类必然航线 没有错 必然等级 必然等级 必然警告 好啦完美 我们把我们这个 贵贵的Leak给玩完了 我今天要去把月费终断了 他整天在吃耶 他好像是吃美食的YouTuber之类的吧 拍那种吃饭的影片 屌打6500确实 Tashikan Giga Milk 可以排进AeroBlast的前三吗 我觉得一定有 目前这个精彩度 我个人喜欢的第一名 还是我们的Lillian 我觉得Lillian真的很涩 我觉得Lillian真的是涩到一个不行的 这种居家日常的涩情感觉 然后 第二个震撼的应该就三手恶龙 我们的三奶 真的是 Super震撼 第三名就这个Giga Milk 阿嬷好玩是好玩啦 但他干他都不露出他的真身 我想看的是真正的阿嬷 不是他的女儿喔 我想要的是阿嬷真正的肉体 不是他女儿的肉体 这个是让我小失望 Lillian虽然啦 后面我是没那么喜欢 但我觉得前面已经很满意了 我觉得后面也不都烂尾 就是不合我胃口而已 阿嬷只是来找女婿的 没有错 但我是来找阿嬷的 他搞错了一点 我就是来找他的 好啦 我们的 这个Lillian Giga Milk 就玩到这边 AeroBlast完美收尾 之后我们再来玩Lucy 跟其他的免费脚 杰哥真的老了 喜欢65岁老人 干不是这样玩 好 好 好